缘标题 缘标题 缘标题是独和让太后 为他生下两个孩子的 他们为何被秦始皇摔死 烙矮之乱 实际上是秦庭的一场政变 是几大派系彼此轻压的结果 而烙矮在其中扮演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本来只是棋子 却被野心和欲望 以及背后政治势力的篡夺 迸达到历史舞台中央 闹了一场大的笑话 烙矮是谁 他是吕布韦送给秦始皇母亲 召集的一个面首 这个面首很特别 根据历史记载 烙矮原本是一个市井无赖 后来开始做了药贩子 他依靠旋转梁具来招揽生意 也由于这一绝火 以梁具为轴 穿入幽童木座的车轮中 绕停狂奔而不坠 引起了吕布韦的注意 最终成为吕布韦取悦赵姬的一个工具 之所以能和太后生两个孩子很简单 他受宠 其实一开始 吕布韦是想转一下 赵姬对他过于炽热的爱 吕布韦是个有野心的男人 他有政治目标 并不满足于眼下的地位 而赵姬的纠缠 已经让他力不从心了 所以用以气大文明的烙矮 来转移赵姬的注意力 他好腾出精力去谋大事 是他的第一个目的 当然 老矮也是吕布韦安插的一个眼线 吕布韦最初的构想 还是想利用赵姬 并且关注嬴政的一举一动 当时 秦国公廷明争暗斗 分为三大派系 代表楚国贵族势力的华阳夫人 她是楚国公主出身 在秦国朝廷里可谓数大根深 是无法忽视的外戚势力 对于利水为太子 他有很大的发言权 他是秦始皇的杨祖母 在太后 秦始皇的父亲子蜀的生母 秦始皇的亲祖母 他也是一股重要的外戚势力 赵姬 秦始皇的生母 他的政治头脑也是出色的 而且有对秦始皇的监政的权利 这三派势力势必是铜水国 私下里斗的尼斯我国 而赵姬 他在秦庭没有根基 只有一个年纪尚用的儿子 他需要依靠男人 他需要找到靠山 这个靠山本来是吕不韦 后来变成老百 秦领政上位时才十三岁 国家大事由赵姬和吕不韦打持 赵姬原本是吕不韦的爱妾 吕不韦为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将他送给逃亡的子楚为妻 生下了秦始皇 为此秦始皇的身世一直遭到非议 而随着秦始皇渐渐长大 赵姬对吕不韦越来越年 吕不韦怕事情败露 急于甩脱赵姬 就将奴随随便找个罪名 送去静山 然后送到宫里 以宦官的身份伺候赵姬 其实是假焉 李不韦买通了行刑之人 紧紧拔去了奴矮的胡须 奴矮非常聪明 很快得到赵姬的欢心 赵姬还跟他生下两个孩子 赵姬一度成为小女人 放弃了与生俱来的政治野心 离开咸阳城 迁决雍城 烙矮最终由一个宦官 直接封为常信侯 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笑话 然而连吕不韦都没想到 烙矮是个充满政治野心的人 他不仅想要吕不韦的命 还想要嬴政的命 他想在秦营 正亲征之前干掉他 而后自己当秦王 大家可以觉得可笑 一个甲冠官 一个面首 他何都可能要当秦王 他还真有这样的能力 他既然有能力 让不可能的封侯变成现实 他为什么没有能力 发动政变登上王位 人的潜能往往是无法预测的 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 往往不是能力 而是野心 秦始皇七年 夏太后死 第二年 成交叛变被杀 后来烙矮封侯 这一系列政治事件背后 必然有某种关联 召集借助烙矮之手 除去对嬴政绩为最大的祸患 成交 而成交是正统的秦国皇室的血脉 不像秦宁正是在赵国出身的 他的父亲是谁还不知道呢 商鞅变法后 秦国的阶层感越来越强化 即使王孙公子也只能富 而无法贵 封侯是难于登天的事 直接决定了阶层的利益和归属感 而老崴竟然能封侯 如果仅仅凭力气 恐怕不可能 秦国当时最不缺的就是飘翰 真男人 秦国尚武 姑娘都喜欢勇武的男人 而秦国的基因 也决定了男人都比较勇猛 所以 仅仅凭借男人固有的勇猛 就像封侯 那不是做梦吗 除非立了政治上重要的功劳 这也从侧面说明 老崴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人 还是那句话 一个人有多大野心 就能成多大的事 烙海封侯之后 被赏赐了大量的土地 他在居住之处 以山阳金山东省聚野县一带为其驻地 以河西太原郡为其封地 是一块很大的地皮 养着很多下人 同仆多达上千人 他还有一项重要的权力人 是任免权 所以 每天到他门下买官的络绎不绝 烙海成为长安著名的豪门之家 渐渐的 他不仅很有钱 而且 在朝廷树大根深 有很多官僚势力 在他发动政变时 他的势力已经达到一定程度 史皇本记记载说 长信侯烙海作乱时 烙海假造秦王和太后洗印传书各个京师军事机构 即发现族即卫族 官齐 荣笛军功 舍人 将欲攻其年功为乱 而最终兵败被杀魏魏杰 内使四 左翼杰 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消首 这些被杀的众臣表明烙矮的势力 可以说当时几乎整个咸阳室卫军都参加了叛乱 如果说他们都没有识别缴诏的文书 那也不可常理 就算如此 也说明了 烙海一向权势过大 已经威胁到嬴政的亲政了 而嬴政直到二十二岁才亲政 这也说明他身后的阻力之大 让他不能不找个借口采除他们 实在 烙海在一次醉酒后 对一人出言猖狂道 无乃皇帝贾父也 秦始皇得知 十分震怒 就以烙海誓假阉人 与其母通奸为名 要除掉他 才引发了这场脚诏进攻咸阳的兵变 但其实按照秦国之前开放的民风 贵族女子序量面首是被允许的 始皇的祖母也是如此 公主也是如此 而秦始皇不惜撕破脸 相家丑外扬 就是因为烙海的势利益 惊大到他无法坐视不理了 烙海失败后 被车裂儿子 其三族皆被诛灭 藏羽也被车裂 李不韦被秦始皇一杯毒酒赐死 赵姬被幽禁起来 他与烙海生的两个孩子 赵姬对秦始皇说 这也算是你的亲弟弟 秦始皇不听 将两个弟弟放进麻袋摔死 秦始皇自此把秦国的权力 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